比較實務上到底 實際上如果在現場遇到一些阻擋 或者是有一些 例如說進攻令會采訪 遇到一些困難的時候該怎麼辦 那我覺得第一part的話我們就會比較是針對那個 對於一個看法上面 這兩個人權力上有什麼差異來討論 先跟大家說 我不知道我要講的東西 我幫你接上嘉欣講的 因為我突然接到這個題目之後 我發現說有些思考邏輯 他跟我們想事情的方式不太一樣 那後來 大概稍微離了一下之後 後來有幾個完全不同層次的問題 有一個前面這個層次 我講三個層次的問題 就是 第一個我現在要釐清一件事情 我覺得我不是這麼喜歡 很快的跳到某一種權力的論述裡面去看事情 我隨便講好了 就像我們採訪社會 很多社會運動的新聞 我們都會講說 我們要進去啊 民眾有知的權力嘛 那我有參與某一個公眾討論的權力 這種東西的背後 其實往往都 並不是真正要的是這個參與或討論的權力 我要的就是 你到這個地方來辦這個說明會辦完之後 你就可以開始開工了 所以我要把你的說明會砸掉 也就是說啊 我今天說我有參與權 我有知的權力這件事情 根本就是 修賣論啦 就是吵架短而已啦 就是我要進去裡面要把你的程序給切斷 那我有我的目的跟訴求 是這樣的一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呢 有的時候我就是 這個東西講講講講 講到最後 為什麼講的變成真的 是不是他就變成一個權力論述 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就是說 往往都是國家為了要應付這種 乱七八糟的東西 為了應付這些壓力稅收 他會丟出一個東西 欸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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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這個聽證問你就會進來 你們可以發言 你們有參與 你們有知到的權力 然後你們有話講的吧 把你這個 這個相罵本給收回來之後 他還是照樣看他的東西 所以說你可能交換到了某一個東西 但是你失去的是你還要的東西 所以如果說太快的進入到權力論述裡面去的話 會產生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也就是說 這個是我講第二個層次的前提 就是說我不是只把這個問題 放在權力論述的架落一下看 那第二個東西呢 就要談到權力論述本身 剛剛多目其實有講到啦 四字六八九 雖然大家對六八九這個數字 聽起來 我不是很喜歡的 但是四字六八九的確開啟了一些蠻重要的思考 那這個東西呢 其實是來 其實我覺得應該要去這樣子理解 就剛剛多目其實我覺得 談的已經很清楚了 這個所謂記者的採訪權 是衍生於這個社會大眾生的權力 所以說它是部屬於社會大眾生的權力 我現在講這個觀點非常重要 如果說它沒有 它不是部屬於社會大眾資格權力的話 它會部屬於哪裡 它會部屬於國家 就等於說國家部於某一權人 某一種特權 那國家為什麼要交給這種特權呢 就是我剛剛談的嘛 我今天要創造出一個表面上的資訊公開 資訊透明 事實上我要利用這群人 去做國家的宣傳 只是做這樣子的一個事情而已 所以說我們必須要把 記者跟國家這個連帶切斷 那麼記者他必須要跟社會上普遍的資格權力 是產生關聯的 然後呢 然後呢 我也很同意剛剛多目講 記者只是一個角色扮演的角色 的一個位置而已 也就是說公民它具有普遍的資格權力 而記者是一個把事情傳遞出去的角色 那麼這個事情呢 怎麼可能反過來說 因為有這個角色的存在 所以我不反過來否認了公民參與的權力 這個是非常荒唐的一件事情 那這個東西我覺得 我覺得是需要建立清楚的 那也就是說你今天說 記者有採訪權 那一般公民有沒有採訪權 我覺得這個問題有點是個假問題 為什麼是假問題呢 一般公民有沒有參與的權力 跟了解的權力 這個才是問題 那他要怎麼樣參與 怎麼樣了解 跟怎麼樣傳播他所了解出去的東西 這個都是屬於他的東西 那麼你不可能說 記者有採訪權 公民沒有採訪權 這是把記者跟公民切開來的一種陰謀 那如果說你 你跟著這個思考 進去思索的時候 你就上個大門 你就把記者推到國家那邊去了 然後把公民關在國家的外面 這是第二個層次的問題 然後 我剛剛講一個層次一個層次 都必須要先理清 我強調 第一個層次的問題是 我先不跳進權力論述 跳進權力論述 那你就會問 我今天看到那個馬臉 我覺得很不爽 拿一本書去丟它 這是不是公民的權力啊 這很麻煩的問題嘛 對不對 那 你今天就是要進到這個會場 去搗亂這個會場的時候 這是不是公民的權力 這很多問題我覺得 如果一定要要權力裡面去 就開始會扯一大堆啊 譬如說 我拿書丟馬英九的話 這個是言論自由 我去雜場的話 這個是市民不普通 就開始搞這些東西 我覺得太麻煩了吧 又不早去想 好 又不早去想 這麼多的權力論述 反正我今天就社會運動 我該去做我要做的事情 這是我在運動上的策略考量 所以這是第一個層次嘛 那第二個層次 我才把它擺到權力論述裡面來 然後第三個層次呢 我覺得這個 這個也需要引信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在討論 這個時候的問題 怎麼會突然跳出來說 到底要怎麼樣確保新聞品質 如果說 對我來說 就我的觀點 如果說 品質不好的新聞 他做出來的新聞品質不好 他就沒有權力到新聞的話 對不起啊 對我來說 大部分的族和媒體 都沒有權力到新聞 那 那不就完了嗎 你可以依據一個人 他到底新聞報出來的品質好或不好 這個其實有一定的主觀性 依據一個人報出來的新聞好或不好 來決定他有沒有權力去做採訪 這根本是完全錯誤的一個命題 所以說我不可能在這個地方 把這個問題插到這裡來 這又是一種陰謀了 就是說 這等於說是我來否認 所謂的公民記者或者是 其他的 你覺得不OK的記者 我只是太緊攻記者好不好 就是你覺得不OK的記者的採訪權 是不是這樣子呢 我覺得這個也不對了 也不對了 所以說這幾個層次的問題必須要 都要被依清 所以說我覺得不應該在這個地方 去討論方导論的問題 方导論也許剛剛佳生講說 後面有比較具體的東西嗎 當然我對現在所謂公民記者做的一些紀錄採訪報道 我覺得其實有很多東西可以討論 但是這件事情 跟他有沒有權利去進行報導 有沒有權利去做採訪 是完全的一件事情 所以說以上三個層次的問題 我覺得是一個一個扣在一起 必須要先做釐清的 先做點點這樣 謝謝